好久没有看到鱼狮了 这只急切鱼身上扒了个鱼狮 今天要拔除一下 害怕虫的同学请划走呢 你看就在这 哈喽大家好 我是Frank 今天到了一条急切鱼 我发现身上有一只鱼狮很大 这个鱼狮通常不大会寄生在鱼的体表 因为很容易就被其他的鱼给啄尸掉了 但这只不知道为什么是出现在体表 一般来说这种鱼狮是扒拉在鱼嘴里的 有可能它的宿主死亡了 所以它碰巧遇到急切鱼就扒拉在它身上了 这可不行 给它摘除一下吧 这个鱼狮这么看还有点萌 然后它脚是跟钩子一样的 可以牢牢的扒在鱼身上 急切鱼这个皮肤比较粗糙 这个小家伙一下就扒住了 我们来用镊子把它轻轻的摘掉就可以了 走你吧小家伙 你不应该在这 这个鱼狮比较大 所以很轻松的就给它抠掉了 我遇到过更小更难摘的 也是躲不过我这个镊子 好了清爽了 可以放回肛中赞养了 好了终于帮你摆脱鱼狮了 这个鱼狮在我掌心还尝试逃跑 不过它这个移动能力已经非常弱了 一会儿就准备把这个鱼狮给泡酒精了 然后发给我朋友 它有一个收集鱼狮的嗜好 也是很奇怪 本期视频就更新到这 我是Frank 感谢大家收看